这一句佛号包含一切 我常讲 包含一切诸佛菩萨名口 包括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 统统在里头 一条没有漏掉 清净平等觉就是大道 就成佛了 得清净心 等于正高路 得平等心等于菩萨 后面是觉 觉就是开悟了 开悟了就是法身菩萨 那我们纵然说没开悟 不要紧 只要心愿知名 往生到极乐世界 花开建福 你就得到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的加持 这一加持 你就是阿维悦志菩萨 阿维悦志就是法身菩萨 华言 原教 圆满正德 三不退 为不退 是阿罗汉 念不退 这个行不退 是菩萨 念不退 是法身菩萨 通通正德 佛没有妄言 这些都在四十八元里 有一条 没落实 阿弥陀佛就发愿 他不成福 他成福 已经实戒了 换一句话是 每一元都圆满了 我们要相信 要熟读 为什么 阿弥陀佛 拿什么加持我们 四十八元 我们真正把四十八元 搞清楚 搞明白 这很得了啊 要靠我们自己修 正德这四十八元 要用无量解的事情 那 弥陀慈悲 知道我们 生活 修行 太难 太苦 为我们 齐开 方便 法门 方便当中的方便 第一个方便 方便又 成功高 成功之高 一切法门 不能为比 比不上 他难信 当然难信 真真相信了 这一生 做福去了 不相信的 再继续搞轮回 这两句话 很重要啊 我们是想脱离轮回 还是继续 留在轮回里头 这是我们 现前的选择 你看这方便到什么程度 下面两句话说 担当 平平常常 老老实实 方便到这种程度 明明念去 一句接着一句就念去 念四个字 好 廉耻大死 自己念佛 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句接着一句 不要间断 要把清净心念出来 这就叫功夫得力了 念佛 还有杂念 还有妄想 还有染乎 染乎是什么 七情五欲 是染乎 还有这些东西 这是功夫 为什么不得力 也就是清净心 为什么 念不出来 这个东西 没放下 这些东西放下来 清净心 就念出来了 清净心 清净心 就是一般讲的功夫成片了 功夫成片有什么好处 是刚刚念到 一心不乱 刚刚念到 这个时候 你要能保持 不要失掉 会感到阿弥陀佛 信任神给你看 那佛先生 已经告诉你 投消息给你 你的寿命还有多久 他会告诉你 等待你寿命到了的时候 他接引你 到极乐世界 你往生 真有把握了 阿弥陀送信给你了 就取得 往生 极乐世界的条件 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 要将念到 一心不乱 四一心 第一心 那不是普通人 能做到的 功夫成片 一般人可以达到 神 极乐世界 翻身 通知 如果从这再向上提升 提升到四一心不乱 尽死烦恼 断了 永远断了 再不会先行 这是菩萨的境界 比阿弥陀佛高 往生到极乐世界 神方必有余土 是学习 再提升 就是立业心 立业心是大车大悟 明心 见心 三道极乐世界 十报 壮严徒 这是 凭咱们 自己念佛的 功夫 那统统会赶得 阿弥陀佛 来给你 透露信息 但是 别忘记 四十八月 明明白白 告诉我们 凡是往生 到极乐世界的人 纵然是 凡胜通知 下下平往生 花开 建福 得到 四十八月的价值 除四十八月之外 还有阿弥陀佛 无量界修行的 无量功德的价值 我们立刻就变成 阿弥陀佛 法身菩萨 是宝徒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 极乐世界 经上说得很清楚 确实 有三倍九云 有 司徒 凡胜通知徒 方便有余徒 凡胜通知徒 是六道 方便有余徒 就是四身法界 摄法界 四身法界 那摄暴陀就是一真法界 有 真有 一切诸佛 察徒 都有这个司徒 分得很清楚 你看我们在此地 释迦牟尼佛的暴徒 二六道 跟四身法界 有 隔壁 他们看到我们 我们看不到他们 释迦牟尼佛的 一真法界 是华元经上所说的 华葬世界 法身菩萨 修行的出所 我们完全不知道 那么极乐世界 跟一切诸佛不一样 所以有司徒 他司徒是在一起 没有障碍 换一句话说 同居徒里面的人天 能见到 施暴徒的 法身菩萨 等救菩萨 观音实质 文殊菩萨 只要他心里想 他就能见到 没有障碍 司徒 都在阿弥陀佛 先生 教化之中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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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